你听过有机的蔬菜 但是你听过有机的爱心吗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石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这几年很多人很关注所谓的食安问题 所以开始强调所谓的有机蔬菜 还有有机的商店 什么意思呢 强调这样的蔬菜 它里面不含添加物 不含农药 吃起来非常健康 不会让人体有负担 其实除了食安问题以外 很多人也很关心 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问题 人际问题常有时候是这个职场 很多人所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我常常提出来 有的时候人与人相处 有机的爱心也非常重要 什么是有机的爱心呢 它跟有机的蔬菜一样 不含添加物 也不含任何的杂质 有机的爱心 背后没有带有任何一点的私欲 不带有任何的权谋 是一种单纯的付出 它其实是这个社会 非常需要的一种爱心 这个社会不见得缺乏爱心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很多时候一些 所谓的爱心的行为 背后有太多的考量 有太多的盘算 让我们一起学习 有机的爱心 不添加任何杂质的一个爱心 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学习有爱心 但是不张扬 圣经上有一句话 形容得很好 它说你左手所做的事情 不要让右手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好事情 巴不得让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样会可以提高 我们的一个名声跟地位 但是这样反而会为我们 带来更多的得失心 那我们要学习付出 但是不要总是求回报 当我们对一个人的付出 斤斤计较要求回报的时候 反而会造成我们 非常大的一个不快乐 也给当事人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让我们一起学习 有机的爱心 不含任何的添加物 单纯的一个付出 我们的一个生活 才能够过得更加的单纯与喜乐 这是一个很匆忙的社会 我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失去的那种单纯的爱心 单纯的付出 以及单纯的对人 让我们一起学习 有机的爱心 不含任何的杂质 不含任何的权盟 单纯的付出 单纯的对人好 是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天天都给力 感谢您的杂质 感谢您的杂质